飞机降落缓缓划行 这架A350-900是不少航空公司爱用机型 除了座位更宽 经济舱也配有触控萤幕 光是台湾 华航就有14架 只不过5月5号 欧盟航空安全总署 向航空公司发出紧急试航指令 A350-900跟1000这两机型的升降舵驱动器 软体程式有缺陷 可能导致操纵失灵 升降舵其实对一架飞机来讲 是主管它的爬升降落及抚养的姿态 势必会造成驾驶员的指令 没有办法正确的传达到舵面上面去 尤其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更加是危险 欧盟航空安全总署要求业者16号之前 修改飞行手册并向机组员说明状况 以利应变 而世界民航杂志也揭露 这并非A350-900首次出状况 2019年曾发生电子设备运作缺陷 2020年也二度因为机舱地板被液体泼洒后 发生空中观车 目前全球航空公司包含华航 新航日航等等都有A350-900直飞中 对此华航回应 他们并非使用这次试航指令的程式 因此不会受到影响 专家表示通常民航机在设计上 安全系数其实都非常高 通常发现问题也会立刻改善 因此民众大可继续安心搭击 记得零感行物会山 蔡玉如常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